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應該就會有一個比較安全的做法 再來就是 救生子 再來就是救生子體模式 我在昨天一到現場的時候 就跟他們討論 市長謝國良在基隆市議會 備詢報告三死溺水意外案時 不禁悲從中來當場累灑議場 忍著悲傷情緒邊錯棄邊報告 市政府預定提出再度暫時開放 大五輪沙灘的六項檢討改善想法 一時之間有議員高喊市長加油 這是意外事件 市長不必太自責 鼓勵一下我們謝市長 不需要自責太深 目前我們大五輪沙灘的管理辦法 是沿用前朝 從張市長任內開始就是這樣做 評估之後可行的話 是不是可以把警戒線再內縮 當整個安全性夠的時候 再來恢復原有的警戒 再來最重要最重要的所有的警戒 我想我們也不願意看到市長剛剛那麼的自責 我想如果真的有民眾在晚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一時不注意或是太高興 而超越了警戒線 那麼我試問我們的公權力在哪裡 救生員 救生教練也都一直在 當場的所有的遊客也都看到說 有這個救援事件 有出了這個狀況 但是當天這些遊客有沒有離開 我們的救生教練就算請他們離開 或驅離他們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聽從這些救生教練的規勸 離開我們現場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要跟市長建議一下 我們這些救生員教練 到底有沒有這個權力 來請他們離開我們現場 或者是有這個權力請他們不要下水 也有議員認為市長真情流露 但是身為基隆市的大家長 需要在此時此刻扛下責任 我們看到市長真情流露 但是我也要提醒 遇到這樣遺憾的事情 會難過會動容 是人之常情大家都會如此 但市長我們需要你做的 不是只是一個一般人 你是這個城市的市長 所以你該扛起的責任 這個才是你專為市長 應該在此時此刻更在意的事情 當下接到訊息的時候 你到底做了什麼 而不是憾事發生了之後 再來議會 覺得說我身表遺憾 身表痛心 這是三條人命耶 這是三條人命發生的事情耶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重點不是在於我們到底 要監討什麼 而是重點是 我們在於這樣的一個事件 我們市府在面對所謂的危機的時候 我們的危機能力 處理能力到底在哪裡 所以這個才是 我覺得今天應該 該明確來講的 因為今天不只是可能 大五輪沙灘會發生意外 在其他 甚至在颱風的時候 我們也有可能發生相關的意外 市長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是為什麼我們要封鎖 我們的海域七天 所有的海域七天 這件事情 它的科學根據在哪裡 我剛剛的發言 也有提出疑問 在封鎖海域七天 這個科學根據是什麼 難道我們要請道士來進港嗎 來進海嗎 還是我們要做其他的祈福儀式嗎 這七天它的依據是什麼 市長其實已經提到很多 我們這幾天 正在準備處理這整個 外木山安全的問題的方案 我想有專業的團隊 一起來協助 應該沒有問題了 但是我希望市長可以納入我的 剛剛提到的一個建議 相關的商家 他所受到的影響 我們市府會怎麼樣來溝通 來協助 我希望市府可以重視一下 周邊商家的權益 由於市長謝國良提出 市政府再度暫時開放大五輪沙灘 六項想法 會再跟市政府團隊開會後 才能做成最後決定 因此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在聽取議員質詢後 先做成決議 請市政府通盤檢討 基隆市所有水域安全 避免漢事再發生 請市府參考議員建議 通盤檢討本市所有水域 尤其安全及救援應變機制 避免漢事再次發生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大五輪沙灘一天內接連發生 溺水事件造成三死的意外事故 基隆市議會全體議員們都非常關心 市議會臨時會上 市議員也很關心基隆市政府 和北關處的責任歸屬問題 觀光局 北關處的出面來 他們是老闆的幕後的老闆 前責單位 我們是尾管 所以在這邊 我想我們在這邊檢討的話 我們有沒有看過說 觀光局的 觀光局的 沒有嘛 市長 應該要沒有人來 我們市議長 第一次還找那個 還找那個媒體報告 他還做著那個橡皮艇 還出去看 大老闆前責單位到目前來 還沒有能力 還沒有出來 我想要檢討的太多了 終究會有一個問題要釐清是 大五輪沙灘的這個沙灘夏季救生服務 其實你去查標案系統可以知道 我們幾乎每年都有 從108年75萬一路逐漸上漲 到85到86萬元 那確實我們從109年開始 連續到今年 都是由基隆市的水上救生安全協會 來做負責 可是委外它當然沒有辦法 做為一個降低風險或意外發生的 一個主要的措施 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可能這要由市長來說明 是說在救生 救生這一塊 救生跟救護 我們跟北關處的分工到底是什麼 主管單位基隆市政府官銷處也提出說明 外木山海岸沿線系屬北海岸觀光風景區的範圍 目前來講的話 除了那個岸上除了湖海岸及景水 這兩個地方是由北關處直接管理 那其餘的部分是由那個市府來進行管理 那雙方的關係系屬合作的關係 另外也有議員質疑 香蕉船經營是否合法 市政府是否有督導呢 過去我們趙雲沙山 那邊並沒有業者在那邊執行 香蕉船的一個出租 剛剛市長有請教 香蕉船業者並沒有向市府任何單位申請 那表示說這個業者就是違法營業 如果違法營業現在我們知道將要不要營業 問題是當地業者當地商家 多少人提出向市府反映說 有業者在沙山上在坐香蕉船跟帳篷24小時 搭營在那邊營業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市政府相關單位都沒有組織 對於這個問題 機動市政府官銷處同樣回應議員的質詢和市政府的立場 我們並沒有委外讓業者來乘坐沙灘油具 油具還有陽傘等業務 那我們之前呢 據了解我們之前已經有去驅離過兩次 那如果他們還有這個現象在沙灘上 在佔領沙灘營業的行為 我們將依那個官方發展條例 第六十三條來於處分 那我們會和司法警政單位一起來執行 但是也有議員提醒 重點在於如何防止後續溺水意外再發生 而不是一位要求市府清查店家 不然最後問題還是會回到市議員身上 我們市政府改造的工作需要做 但是很多東西議會所建議的 那是每一個議員的責任 他們的質疑他們可以這樣說 但是有一些工作是可以做不可以說 但是我覺得我們很趣 好 你要求市政府嚴格執行 如果要嚴格執行 大五輪那些路的處所有都是不合法 所有都是不合法喔 你要叫市政府去嚴格出帝 可以嗎?市政府說我聽你們嚴格出帝 我告訴你 那些商家店家就要找你了 他們要找你了 第一 土地不是他們的 土地都是別人的 第二 你的建築沒有合法嗎? 都沒有合法 你做行李的這個營業登記證 都有合法嗎?也沒有合法 所以我是希望說不要再去講這些 有的沒的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車輛進出頻繁的愛一路和中二路口 13號晚間 民眾發現路面上出現一個坑洞 市政府接獲通報挖開一看 卻發現頂板蓋水泥烈化相當嚴重 原本只是一個小坑洞 但是我們認為旁邊的一些鋼筋 有裸露鏽石的部分 所以為了安全我們是用整個區塊 做一個打除重建的模式來做處理 路面出現坑洞 下方就是韓管和旭川河 萬一有車輛經過發生了攤線 後果不堪設想 市政府公務處緊急封路 派出了怪手機具開挖 又在距離5公尺的路面 也發現同樣情形 這個位置剛好是因為 它有一個排水箱 直接要接到旭川河 所以它是兩個空間的一個接合點 那那個地方的一個受力 可以承受的一個面積比較小一點 所以它那邊的承載力會相對比較大 那剛好是從那個交接處有做一個破滾 近年來愛一路周邊有許多的重大工程 陸續展開 愛一路又是聯絡市中心的重要道路 大型工程機具進出頻繁 導致路面承受重大壓力 我們整個愛一路的外側車道 全部都是在河道上面 所以其實它是一塊一塊的頂板 去架構起來的 那這個區塊我們的研判應該是 在比較多的工程車輛有進駐的狀況 所以說它當初的承載力 是比較有一些負荷的一個問題 市政府將針對破損頂板進行修復 預計要在9月30號才會修復完成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這裡是金融市五輪國小大門前入口 急需行人耗製維護學童上下學安全 在立法人蔡世音協調台電 金融市政府以及對面社區建商下 已經獲得初步結果 工程設計將在一週內 送到金融市政府交通處審核 期盼能趕在9月開學時完成行人耗製設置 這個國小的這個紅綠燈案 已經拖了好幾年 那今天也做到最後的確認 那我們施工廠商要以一個禮拜來送件 那到我們交通處這邊 那希望它趕快的核電 那盡量在我們9月9月初來完成 才不會影響學童的上下課這樣子 那我們以在地的這個建商回饋的部分 很感謝他們這樣子來做回饋 另外針對五輪國小與五輪國中前的 五輪接通學步道改善案 在立法人蔡世英爭取中央補助上千萬元經費後 目前全案由金融市政府教育處設計中 蔡世英希望能邀請在地里長參與 將地方和家長的意見納入 讓改善後的通學步道能確實達到地方的需求 我們倫理周邊的各個家庭 小朋友都是要走這個人行道來上去 那其實這幾年呢 我們一直在周邊的發展的過程中 希望可以爭取通學步道的串聯改善 以及我們的紅綠燈的增設 那也很感謝說就是各個單位一起來 那討論努力來促成這件事情 那希望說在今年度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紅綠燈增設完成之外呢 還有包含蔡世英委員跟金融市政府 一起來進行改善這個通學步道也可以盡早完成 市議員在中央有協調的結果 第一次核准呢7個案子 後續再補助這3個案子 那我們國小通學步道也是其中一件案子 那目前金融市政府已經收到中央的核定公文 那預計要先做規劃設計案 那市議員在這邊也特別請我們金融市政府 未來在做規劃設計的時候 除了學校的方面參與之外 那我也請他們特別來通知 每一個學校所在地的里長們 也請他們能夠來參與規劃設計案 到時候有相關的意見可以一併提出來 讓整個的規劃設計完成盡善盡美 那未來在工程的過程當中也能夠更加的順利 減少更多的阻礙 讓整個學同步道的安全能夠更持續和進步 蔡世英表示在7年多的立委任內 已經爭取改善中一路等多條重要道路 也透過台電電感下地以及自愛水管線代換 協調與金融市政府配合人行道改善 期盼透過行人設施的優化 提升校園周遭環境 也守護學童上下學安全 在安樂路一段就麵粉廠的這個路口斑馬線 使用率相當高 每天都有很多民眾經過這裡 到附近的安樂市場採買 但是當地居民反映這個路口沒有交通耗制 加上安樂路一段的車速很快 過馬路往往顯向還生 安樂這邊是很危險的一段路 因為你們要去安樂市場 要去安樂區 都要從這邊過去 所以這裡一定要用紅綠線 民眾大部分這個需求是說 過這個馬路要到安樂市場 有一點困難 所以說要先把綠色斑馬線做起來以後 就包括車輛行人通行比較安全 基隆市議員鄭文婷接獲民眾反映 特別安排市府交通處等單位到場會刊 設法來改善這個問題 現場的交通狀況是比較複雜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認為說從善如流 先暫時以畫色綠斑馬的方式 來提高用路人的這個警覺心 有行人在斑馬線上的時候 要保持這個高度的一個警覺 必須停車等這個行人通過之後 再繼續往前來移動 那至於現場要不要加設一個 閃黃燈的一個號制 我們就交給交通處 基於他們專業的考量 來做最後的一個採訪 由於這個路口附近有一個大型的新社區 和公車站牌加上買菜的需求 因此現場觀察過馬路的民眾相當多 市議員鄭文廷也提醒駕駛人 經過這個斑馬線路口 要領讓行人 維護彼此的安全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都借買了那就隨便借好了 先生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機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即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盆栽 機車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 基隆是個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基隆影片徵選即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徵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您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 透過鏡頭 既樂屬於基隆的友愛程式 充滿愛 觸動人心的故事吧 詳請請下活動官網 入業後 中正公園籃球場燈火通明 民動運動健身 不過仔細看 四周燈光 設置的位置 有點怪怪的 這邊近期我沒有發現 好像燈是有改善 只是好像 像那個燈 它架的位置 好像有點問題 就是像 它現在牽在那個樹林裡面 之後樹長出來 一樣會擋到那個燈 還是要定期的去修改 所以我覺得這位置可以 調整一下 還有就是 我們在投球的時候 你真的下去 親自打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投球 燈這樣照 會直接照到眼睛 這樣反而 球框會看不清楚 大家可以仔細看那邊 那邊雖然有路燈 雖然都足夠 但是很多都是被樹叢擋住 所以照明設備 相對我覺得 照不到籃框那邊下面 所以那邊 那個區域比較少人打 那這個部分呢 是因為它路燈的照明 直接照到籃板上面 所以相對於 在下場打籃球的時候 有時候燈光會直接 射到眼睛有點不舒服 白天實際來到現場查看 卻發現 不少照明燈光 就藏在樹叢中 仔細看 有些設備還不太一致 這彈燈喔 它其實就位在 藍板的一個正後方 所以你在投籃的時候 你就會可以看到 它的燈光 是直接照耀在你的眼睛上面 所以其實在 對運動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是滿不符合 使用者的一個設計 那包含像上面的這個 另外一個在草叢上面的 在被樹包印的這個燈灶喔 其實光維護或維修的時候 就相當的困難 工人他都要拿的機子 他一路架上去 其實他們在維護的時候 也相當的一個危險 原來中正公園籃球場 屬於市政府管理 加上百幅公園管理費用 一年不到200萬預算 日前有民眾反映 籃球場照明設備不足 市議員張浩瀚邀集了市府 都發出會堪 雖然光線不足已經獲得改善 但對於籃球場燈光 不符合標準 同時每年維護經費有限 市議員張浩瀚要求 市政府對於公園的設備維護 應該編足經費 中正公園的運動場域 其實在上個月初的時候 就有接到民眾 來反映照明壞掉的事情 當下我本人立即向公園課來反映 但是過了大概一個月之後 這個燈光照明才修復完成 其實據我了解說 後面的其實有主要幾項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都發出的公園課 在維護中正公園及百幅公園 一年度的預算只有150萬 但是這150萬在6月前就已經用慶了 所以導致在這一筆 在修理相關的預算的時候 其實是找不到錢的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 針對於如果下半年 如果不斷是百幅公園或中正公園 一旦發生了可能需要設備 需要修理的時候 現在是沒有半毛錢的 所以我也緊急的要求市政府 從其他地方支付相應的一個款項 來做公園空間的一個維護 但是這邊也要建議 我們基隆市政府 尤其是都發單位 接下來在下半年 要進行年度預算的一個編列 希望能夠增加在公園維護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預算 免得在預算用完了之後 真的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繼續來做的 或者是說 未來應該把這些路燈 或者是路面相關的一個 維護的一個工程 那交由市府其他專業的單位 例如像公務處 來協助進行維護及管理 這樣才可以改 這樣公園的一個環境 那達到一個 隨時都可以是一個設備安全 或者是說可以達到民眾需求的 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最後 除了現在的公園的一個狀況以外 很多的一個 不管是打網球 或者打籃球的民眾一直反應 照明其實是不符合現在運動使用的一個需求 因為這個場地並不是非常專業的一個運動場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在這邊也特別要求公園科 在今年應該要 應該說在明年要接入一個計劃 就是整個中正公園的一個照明設置的一個改善的一個方案 那把這個照明優化完了之後 一來是可以節省電費 二來是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維護的方式 三來才可以真正滿足運動人口的一個需求 中正公園籃球場夜間使用率高 但公園維護管理經費有限 管理不易 張浩漢建議市府 編除經費 運行少明設備優化 除了能夠節能減碳之外 也能夠滿足運動人眾需求 記者 黃少明基隆報告 市長謝國良在記者會中宣布 基隆將舉辦浪漫七夕煙火秀 特別與設計國慶煙火和澎湖花火節的團隊合作 以童話故事小美人魚為煙火主題 打造浪漫的基隆港都 男女朋友到基隆 或者是就算已經結婚了 你們是家裡面的情人 也都歡迎來到我們基隆這邊 只要是在剛剛講的各個景點 海洋廣場 國門廣場 東岸 來欣賞文化中心上面的煙火 那文化中心今年上面的煙火廠商 就如同剛剛官銷處所說 我們是用國慶煙火等級的煙火廠商 來跟我們施作 來展現出這個我們七夕的情人節的一個氛圍 這次是用多角度跟堆疊的層次 然後來進行我們的整體設計 然後我們這次也會加入就是七夕的元素 所以我們裡面會有愛心的土壇 跟粉色煙火的一個設計 然後希望可以融合這次的主題 另外在這次的我們的煙火裡面最大的特色 其實在北部現在已經很少有在海港的城市 然後裡面來進行做我們的煙火的設計 所以其實這場煙火它是可以聞著海風 然後看著整個都市的一個容貌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煙火 把它全部放在你的眼簾裡面的時候 你會感到一場非常特別的一場煙火秀 這是煙火的最佳觀察點 有包含了幾個景點 包括基隆虎仔山 我們廣場 海洋廣場 還有我們的那個東漫山場 那我們基隆市政府 為了那個施放這個煙火 在 來 在那個 當天晚上 八點 在海洋廣場 有贈送 我們那個香氛蠟燭 那我們 我們換取的民眾只要在基隆旅遊網上 按讚 分享 還有那個貼上我們的 貼上我們的圖片 就可以換取這個香氛蠟燭 那這香氛蠟燭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總共有四百份 那數量有限 發完為止 搭配煙火秀活動 民眾只要到基隆旅遊網粉磚 打卡留言 還有機會獲得浪漫好禮 香氛蠟燭 歡迎民眾踴躍來基隆 賞煙火 共度浪漫的七夕情人節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 基隆是個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基隆影片甄選 即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甄選 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您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 透過鏡頭 紀錄屬於基隆的友愛程式 充滿愛 觸動人心的故事吧 詳請請下活動官網 謝謝大家 欢迎新市场,收回来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